我们来关心中国 我们刚刚讲了很多 全世界在担心通膨 但是在中国最担心 最可怕的还不是通膨 而是它的经济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看到这个 其实以中国的上证指数来说的话 这个应该是全世界 目前在低档的股市 基本上都完全没有反应 没有涨 那么人行也说要全面降准 到底现在中国的经济 出现了什么可怕的危机 宇肖哥 讲到中国的经济 我们就不得不讲这一步 只有老人才知道的电影 50岁左右的人才知道 这部电影叫捍卫战警 哪有50岁 我高中就看过了 你看就是我的差距 我大学你高中 不小心逼我讲出来 这个剧情非常简单 有个恐怖分子 在巴士上放炸弹 但是时速超过80公里的时候 公车会爆炸 公车要是停下来 也会爆炸 中国经济就是这样子 过去有所谓 倒8跟12的区间 但是经济过热造成通膨 或者是说炒房炒股炒茅台 最后就会泡沫化 所以老贡就会祭出 所谓的宏观调贡 但是力道打得太强的话 就会造成所谓的硬着陆 你把隔年的经济成长率 给赔下去 但是经济如果没有发展 速度太慢的话 它就没有足够的财政的支出 去做所谓的脱贫 或去做公开市场操作 所以经济老是在 两个极端之间摆大 简单来讲 一放则乱一收则死 这是宏观调购 最主要的两难 但是我们往下看 现阶段中国经济的问题 有人说是通货膨胀 但是我们会发现 它的经济成长 基本上开始虚幻 Q1的表现 没有Q4来得好 虽然Q4一定是一般的出口国家 或是发展中的 这种出口国家的旺季 但是第一季的经济成长率 只有0.6左右 虽然同比去年增加18.3% 所以去年是疫情 去年Q1是很惨的 所以这个绝对值 基本上只能做参考 讲到通膨的部分 观念是什么呢 我们看下一张图 简单来讲 有几个数据让大家做参考 它5月的PPI 9% 简单来讲是13年新高 中国的通货膨胀 属于成本拉动型 也就是生产者物价指数 对 制造业的物价指数 但有趣的地方是 这个PPI虽然很高 可是消费者物价指数是很低的 工厂这个涨要反应过来 厂商把成本推给我们 那就告诉大家 有几个重要的讯息 什么意思呢 规划经济去年提出来的 所谓的内循环 基本上没有达成效果 因为推动中国经济成长 有三个最主要的动力 第一个叫做政府投资 第二个叫做出口 但是出口受制于人 或是受到全球化的影响 所以第三个最主要指标 叫做内需 内需现阶段反映的是 中国经济的消费能力 这是第一个重要的状况 PPI虽然很高 但是CPI不高 第二个是什么呢 PMI就是经济人采购指数 是去年2月以来最低的 6月份的时候 只有50.6左右 所以说这个通货膨胀 只是结构性或是意识性的 第三个最重要的地方是 为什么要降息 因为国境民退的结果 导致中小企业哀鸿遍野 中国现阶段的失业率 官方公布5% 其实黑数更高 有专家说大概7% 机灵系数相对剥夺感也变高 大概超过0.5左右 所以中国现阶段最大问题 不是通货膨胀 而是失业经济趋缓 内需疲软 所以说全世界的通货膨胀 带来了某种隐忧 但是中国官方很了解 刺激经济扩大内需 或是挽救中小企业 就失业率 才是当下最主要的问题 所以现在是经济底子出现大问题 失业率这么高 然后物价也涨不上来 是因为民众没有消费力 内需起不来 中国最大市场就是内需 那没有来看到最近又发生一堆产业 这个债务爆雷的情况非常之凶 民企是不是也快活不下去了 我刚才说 就是说CPI疲软的原因是什么 其实就是去年李克强有说 叫消费拐点 消费拐点什么概念呢 这是个恶性循环 疫情险峻 基本上工厂倒闭 然后食盐变多 民众的荷包就变少 他的消费能力就变低 所以现阶段支撑中国经济除了国有企业之外 中小企业还是很大的支柱 而且全世界的消费跟经济还没有复苏之前 基本上存在隐忧 那我们又说地产业爆雷像这些东西 刚才我所说的 泡沫的话 大部分都是来自于炒股 炒房 炒地 炒茅台 所以说像这种穿房一哥蓝光 或者中国钱大众恒大 基本上他的负债比跟资产结构 都是很糟糕的 简单讲他是靠杠杆 还有靠政府过去 去做他的背后的推手 所以再加上都靠关系 这个账面负债超过2000亿人民币 对这就是坏账 所以说过去中国有所谓三角债的问题 为了就这些不良资产 是由央行或是地方政府的银行来出手 现阶段伴侯磨 或是必须要到任赔杀出的状况 所以说你看这些房地产所反映出来的前景 基本上是有问题的 所以我做的结论很简单 消费基本上疲乏 而且经济基本上 复苏的程度不如中国的预期 为习近平的新的五年的规划经济 蒙上了一点点的隐忧 所以我们都要等着看 左手看人民银行会不会寄出 抽银根的动作 右手看他们的财政部 如何去情形扩大内需的方案 所以现在是要整顿的时候做内部 是 现在正在整顿中 特别是在年底的时候 我估计整顿分两种 一个是经济秩序的整顿 经济秩序的整顿 背后一定有政治斗争的考量 好 谢谢我们今天向所有的来宾 今天很多的分析 供大家做参考 那么要超前部署就是 先让自己变有钱 让我们的资产通膨 就不用担心世界上的通膨了 下个伙伴再就你来开趴了 拜拜